機車騎士追撞停在路邊貨車 消防隊員接獲通報 立刻趕到現場 先對他緊急CPR急救後 送上救護車送醫 但因為騎士傷勢過重 送到醫院後還是回天罰術 而車禍現場地上血跡斑斑 安全帽上也全都是血 機車車頭卡在貨車後方 整個女友區變形 連要脫掉出來都得費上 好一半功夫 好 好 好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新竹 竹東地區 公道五路上一輛大貨車 因為要到地方站過棒 但太早來還沒有營業 就將車子停在路邊 還在後方擺放交通錘示警 沒有想到因為陽光直射 讓後方騎士的視線產生炫光 兩台機車一前一後撞上貨車車尾 造成一死一重傷 看到時候第二台就直接就撞 然後兩台才一分鐘 就撞一台這樣子 太陽斜射角度導致炫光 使兩台機車會注意車前狀況 鞋疑是因車速過快反應不及 貨車駕駛怎麼也想不到 才把車子靠邊停一下 短短幾分鐘就兩名騎士 接連撞上鬧出人命 他因為違規停車 也被異異業務過失 致死罪嫌移送 只是再看看這馬路上 刺眼強光影響視線 開車上路還真得減速慢行 小心再小心 記者何孟謙 廖宇智新竹報導 מכ院 廓宇智新腹 走 跳 喘